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吵了 你们不是要给我大哥 二哥 三哥提亲吗 对啊 对啊 好啊 等等 先别忙 这个事我可做不了主 我把他们叫出来 让你们自己挑 我可管不了了 对对对 好好好 哥 长蓉 子三狗子 你们给我出来 大英雄来了 大英雄来了 干吗呀 怎么提亲 提到我头上了 应该给我大哥提啊 大哥 对对对 要提亲也要先给老大说呀 对不对 大哥 快来啊 大英雄 你快出来 我来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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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 你可算出来 来来来 好 大英雄 大英雄 快来来来 大英雄啊 你怎么不然出来了 我给你提个亲 漂亮了 姑娘啊 长得太漂亮了 真大 就像天蝎一样 我跟你说 真大 天蝎 蝎儿 这么多人来提亲 你跑哪科去吧 我偷哪家妹子 四三狗子 给你提亲的人最多 你就斩进挑吧 挑瞎你的眼 让开 你怎么真生气啊你 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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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大英 先走 先走 好好好 我给你介绍 蝎儿 前面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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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才羡猟 走 走 三位兄弟 你们以后可就是国民党党员了 这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国民党嘛 国民党 就是三民主义 对对对 诚如到底是上过大学堂啊 这这这 这三民主义又是什么东西 三民主义 你别管是什么国民党 还是什么三民主义 反正只要国军一来 你就是吃官粮的 那是光要门没的事 大哥 二哥 这个好啊 这个逮得 逮不得的是 我能找你们来吗 来 在这上面签个字 摁个手印也行 珊虎 你就是党员了 我要当了这个党员 是不是祖司镇我最大呀 党员是个人 还得有组织馆归组织的书记馆 要不然 那岂不是乱了套了 组织 书记 那哪个死轮是书记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国民党县党部 在祖司镇设立了一个分部 我呢 就是这个分部的书记长 你就是那个书记长啊 也就是说我们当了党员 还得听你这个书记长的 这我不入了 这么好的东西 你自己留着入吧 好 你 谁 五三虎 你严肃点 这关系党国的利益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吗 你非让我入力 山虎无知我也不责贵 程如 你是个知识人 你就先带个头吧 三民主义我信仰 不过这党 我暂时还不想加入 阿公 客人来了怎么不让我坐啊 请 客人来了还不上茶 两个傻丫头呢 他们出去买菜了 我上一样的 大头哥 带茶呀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一会儿就干了 苏贞哪 你到屋里去吧 这活你干不成 隔着给你妈干吧 大头 大头哥 你是大哥 就先带个头按个手印吧 二少爷 咱们兄弟三个只会打铁 哪会干这个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手印吗 是吗 你 слуш说 我可以让你把手印刷 苏珍呢 可真没想到大头 这几年他出息了 一个打铁牢 还能出息到哪里去啊 行人这么大事你不晓得 什么事啊 他比武多刀了嘛 以后他就是保安总团的团组了 是吗 一个臭铁匠 真的是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呀 不是阿公 没有眼光嘛 看错人了 现在人家可热闹了 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踢平了 就算他是打铁牢 那也算你救命恩人的 这么大的事有空 到人家问候一下 可阿公 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忙什么忙 阿公 我对于我 我打得很厉害 我只有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当上有来落 冲破千刀涌 青丝亡芽 绕过白左右 钓鱼太落尾 不为人家不得有来落 苏贞 苏贞 大头哥 苏贞 大头哥 苏贞 大头哥 这双鞋 我已经改大了一点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合适 合适 肯定合适 来 你试试吧 这脚太脏了 我先洗洗啊 ipBay SF 哎 哎 哎 哈哈 哎 哎 怎么样 大头哥 合脚吗 合适 苏珍 你 苏珍 苏珍 我这把银锁 总是朕再也找不到第二把了 武团总 你还满意吗 别那么叫 还不是呢 至少我还不是呢 那是迟早的事 这九栋八十一寨的民团 都归你统领 以后可别忘了 关照关照老弟 好说好说 这多少钱 定居还给你 多少钱我也不买 老汉 咱们不说好了吧 讲话不算话呢 这次 要不是你们兄弟 这次 要不是你们兄弟 我这一家老小三口 可就都没命了 这银锁 就当是送给武团总定亲的贺礼 礼清情义重 多少钱 也买不来兄弟救命之恩哪 老汉 你这又开刀铺 又开银铺的 这什么时候开起麻塘铺来了 说话嘴 那么甜呢 对了 武团总 对了 武团总 是哪家没玩儿有这么好的福分哪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你别问 银锁你打 哪家没玩儿带起 你就不知道喽 走了 啊 还有 呀 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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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火 上火 你听我说 三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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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诚如哥 芷兰 诚如哥 这是要送给哪家妹子的定情信物呀 不不你还给我 先告诉我你的心上人是谁 我再还给你 不是 你听我说 先告诉我 你给我 告诉我 大刀哥 二楼子 你们干嘛呢 三狗子他怎么了 哥 大哥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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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师长 您在钓鱼啊 长茹啊 你说这河里是不是没有鱼啊 这溪中肯定是有鱼的 但是您这种垂钓法不对啊 好 那你来帮我看看 太常用不上 这就行 这个钓鱼啊 也是有学问的 是吗 您的那个方法肯定不行 看我的 还要下去 陈如药 你这是个什么钓法呀 这么古怪能把鱼钓上来 这叫缩滩 钻钓来滩头 湍起水流中残宰的鱼 这里水急水浅 在这里钓鱼啊 你的方法不行 是吗 还真有了 陈叔啊 你还真有俩下子 我说你真行啊 陈如啊 你脑子活 又念过书 在咱们祖司镇呢 可算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啊 师长过誉了 我想跟你说的是啊 人这一辈子啊 庸庸碌碌是一生 建功立业也是一生 中庸和大学啊 讲来讲去 无非是讲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 是啊 做忠臣孝子才是乾坤正道 我想呢 如果国家有难 不挺身而出 就算你有一身的能耐 又有什么用呢 年轻人啊 就应该有忠心报国的志向 你说这个鹏宫能够流芳千古 那就是有一颗忠心 为国平乱 要放到今天呢 我看那就是 应该配合政府 轻匪搅顾 办好眼下这个保安总团 是啊 话虽这么说 但是要办好保安总团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我看哪 你就是这个保安总团长的 最佳人选 什么 我 当团总 是啊 你能闻能武舍你齐谁啊 我要是当了团总 我那大哥和三弟 都不知道该怎么想了 能者居之吗 你想想看 你当了保安团总以后 你那两个兄弟啊 可以配合你的工作呀 成主啊 我可是非常看好你的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到上面去保健你 也可以到各位栋在主那里 帮你做工作 成主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当了保安团总 那还不是要啥又啥 啊 市长 你让我再想想吧 好 好 这就对了嘛 我试试你这个锁摊 哈哈 锁摊 成主啊 是这么说吗 对对对 哈哈 好好 来 董主 请请请请 何老太爷 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啊 雷冻主请坐 好 找你来当然是好事 大头夺刀的事情 你该早知道了吧 那当然 他三兄弟不错 没让刀匪把彭宫刀夺去 真的不简单啊 找你来 就是这个事 听说大头原来是你们寨子的 你跟三兄弟关系不错 没错 熟得很 你也晓得大头 跟我孙女素贞一直很好 可我没有松口 我 一直觉得大头没有出息 我会怕苦了 我孙女一辈子 现在看来不一样了 大头这个孩子 好 有长进 何老太爷的意思是 让我当个宝媒 赚一份猪头肉 你 你这个老眉公啊 就是马黄停不得水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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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意思 放心 何老太爷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先别急 先去他家他的口风 知道 我知道 何老太爷办事文扎 不见兔子是不撒婴的 立场 啊 何必说 你个没心肝的 你又出去鬼混了是不是 你吵死 吵你 你出去鬼混还不让人说 那个没心肝的东西 别碰我 我告诉你 你个笨瞎蛋的骚伙 你要是再碰我 我就把你羞了 你敢出去鬼混 还不敢让人说了是不是 你 你要看 你再碰 大哥 你要替我做丑啊 你裁缝还没有上心 你快起拉宫替你做主 你小子 走 你过来 你要替我做丑啊 你给我走一趟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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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儿啊 我这个做没工的就把话放这儿了啊 好 那就麻烦你了大白 你放心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留步 留步 大白 你走好 豆腐 豆腐 喂 豆腐怎么卖的 你这臭 臭 臭 你跟彩凤这姻缘呢是酸出来的 人家算了彩凤能生一大堆儿子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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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老何家 续烟火呢 阿公 他会生个卵呢 他 他能生他为什么不生一个 阿公 要不 我娶仙儿当个小 我看他又生儿子的样 这女子的 不能有偏有正 你一天也不在家 你一天也不在家 也不 也不跟人家采访几次 那外面搞什么鬼搞什么搞 你还想许晓啊 去县儿 你只要让他续上香火 县儿怎么样了 祖师朕所有的妹子 任你选 阿公 别人我是真看不上 我就要馅儿 我倒是看上了石家的兄妹了 真的 我想把你妹子素贞 嫁给大头 不行 那不行 她是十大头子算个卵呢她 她凭什么高盘我们何家 拿她妹妹给我当个小孩差不多 好 素贞是吃了点苦头 可是长久来看还是有有好处的 现在大头比武多了刀 他呢又是大哥 按理说团组就是他的 这桩买卖何算 何算的 大头踩了狗屎 走了桃花运了他 阿公 阿公 一个换一个 拿馅儿给我当下 不能便宜了他 只要你让采风续上香火 何止一个馅儿 阿公答应你就是了 真的阿公 谢谢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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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个出息 你还有点出息没有 你快起来吧你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他们个样子 你个没消息的东西 不是 你给我点 拿来 大哥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什么事这么高兴 哥 何家派梅公来给苏贞姐提亲 我给硬证下来了 馅儿 你 馅儿 你听我说 你不是很喜欢苏贞姐吗 如今他们家主动上门提亲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 再说了 苏贞的人品 我们是小的的 哥 你现在可是夺刀英雄 就会坐上九都八十一站团总的位置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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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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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团总又不是当总统 这 真是 四三口子 三口子 给我站住 你过来 好 老爷 雷洞主来了 何老太爷 喜事喜事啊 喜从何来 他们三兄弟经过商量 大团总的人选最终落定了 是谁 那还能是谁 你未来的孙女婿咯 是大头 这回可随了您的心愿了 大头 这孩子有本事诚实认真 我喜欢 心地是岸梁 我喜欢 雷洞主啊 这些事情你要抓紧 到时候 我要好好谢谢你这个老媒公 放心 何老太爷 我比你还急 今天我来 不就是来找你家素贞陶 他生辰麻醋 来来来 来来来 这边就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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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事啊 雷洞主 有什么好事要恭喜的呀 这个好事可是没你的份 下人梅子啊 你大哥在家不 他出去送刀了 雷洞主 你找我哥啊 啊 即使找你也一样 上次我也来探过你的口风了 何老太爷托我做煤工 给大头和素贞保煤 现在素贞小姐也应成了 何老太爷真的同意了 他不同意我能上门来吗 要放在以前 确实是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可是现在大头不同了 他可是夺刀的英雄好汉 未来的大团总 何老太爷也很器重他 太好了 夏儿 我把素贞的庚铁八字都带来了 一旦留下庚铁八字 就算应成下来了 可终生不能反悔哦 夏儿 夏儿 想清楚了吗 留还是不留 留 好 各位东宅主 最后我们赏量 有这个 最后决定 最后决定 保安总团团长 由徐飞先生 担当 鼓掌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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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 好 新的团组讲几句 来 讲几句 讲几句 这是熊司令 刚刚发来的一份 加急电报 你好好看看吧 向恶川前的赤匪 越闹越厉害 委员长巡视 玉壤外 必须现安内 圣交匪司令部命令我三十二十 一个月之后 开进祖司镇 你作为书记长 要马上动员 九栋八十一寨的保安总团力量 筹备粮草 构筑公事 建立巨殿 步步为夷 协助我三十二十 彻底剿灭共匪 是 要记住 现在是非常时刻 我师先头部队一个营 将在十日之内 抵达九栋山区最南边的洛马湾 我知道了 师长 我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去吧 好 今天你们三兄弟都来了 好 你们可是保安团的正副团总 可是咱们祖司镇的头面人物啊 大头啊 虽然你和素贞还没有成婚 可咱们也是自家人了嘛 怕自家人不说外道话 有什么事儿 咱们拿着当面商量 你们几个都是团总 那保安总团的事 办得怎么样 哦 好 这事儿没多大进展 这各弄各债的人 当着面都答应得好好的 可是一转头 就全都 全都扯麻沙了 哦 这个 保安团的事可以慢慢筹备 但这剿匪的事可不能再等了 兵书上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们也该知道的 这个 九栋八十一寨 马上要派粮派捐 每栋要捐一千大洋 米粮八千斗 何老太爷 你动动嘴容易 说出来这树太吓人了 这么多钱粮要收齐确实不容易 哦 不过 事在人为嘛 毕竟 是剿匪所用 你看 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诚如 懂这个道理 这个数目 那可不是我定的 是张市长亲自划定的 我也很为难 万把人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啊 还有 以后各栋都要抽丁 为了保证保安团的战斗力 每栋必须三丁抽一 以备以后 请叫黑棋会和共产党 出钱出粮还得派人 没这道理啊 我看谁都不会答应 大头啊 你是大哥 给个准话 老太爷 老太爷 这件事确实不好办 大头啊 你不要为难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我会给你撑腰 你现在是保安总团的总团长了 又是我们何家的姑爷 谁会不给你这个面子呢 再说了 这是上头的命令 理解得执行 不理解也得执行 何老太爷 这 好好好 后天各栋寨主开会 我们会商量的 你放心吧 好 好吧 你是我们何家的姑爷了 我会害你吗 但是这个事情是 张市长定的 谁敢说不呢 啊 再说你来年开说 就和素贞完婚了 在这件事情上 你是立了功的 我跟张市长面前 也好说话呀 将来你们成婚的时候 请张市长来做主婚人 风风光光把何素贞取进家门 这在素贞镇上 谁比得上呢 谁比得上 是吧 是吧 阿公 他十大头算个卵 什么东西 一个臭打铁的 太不识抬举了 完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李贤下事又算得了什么 想当年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吗 看看你二弟的见识 咱们给了他那么多脸面 他总应该应成一声吧 想起素贞没那么容易 他大头得卖命 看来那十大头 不 真是看上我家素贞妹子了 那最好 十天之内收齐钱粮 赶紧交代他十大头去干 他越是喜欢素贞 就越会卖命 素贞啊 你阿公不是答应你和大头的婚事了吗 你干嘛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呀 娘 你就别问了 总算找到了 总算找到了 罗师公 你还记得这个吗 记得记得 这是大头小时候 你亲手给他做的 是啊 哎呀 这个石云飞 果真就是当年 大刀霸子的儿子 没错 石云飞就是大哥的儿子十大头 彭成如武山虎 也是咱们黑棋会的后代 这彭公刀以后还是咱们的 他姓张的算个卵 罗师公 不 你说说 他这保安总团还能办成吗 这大头 可不是十年前的小孩子了 谁能保证 他还跟我们是一条心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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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黑棋会的后人 还会勾结官兵来叫万虎山 过几天啊 我就把他们兄弟 借上山来 大刀霸子想让他们上山 人家可未必愿意 如今哪 这十大头 可是和家的姑爷了 嗯 阿罗 珊虎 你们俩推着我当这个团总是好心 可自从当了这个团总 那烦心事事一见接一见 你们俩说说 现在咋们该怎么办 大哥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对 大哥 你说吧 谁 装神动鬼的 给老子站住 珊虎 人都走远了 别追了 哎 大哥 你看 小木刀 刚刚那个人 像是龙教天 这把刀 是我小时候他给我做的 他 为什么会送过呢 他是想告诉我们 不要再和官府交合在一起 我 我 我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撒鸣 你 像地下 老娘去住 刀和墙 刮伤他 兄弟 你 手前手寒风 终踏山 正常 马桑树水 打灯太阳 斜风的熟悉语言 朗大药 你一年无来 我一年无来 我一年等待 你一年无来 我一年无来 描写不得所恋不开 为了新年 兄弟哪怕流进最后一滴血 为了姐姐 哥哥 用生命组成天雪放弦 拼了命 为的是还能 看一眼假装 等待的姐姐 你一年无来 我一年等待 你两年无来 我两年等待 贺脑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避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